欢迎您好 欢迎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 我是方燕迪 先来带您直击在台中市台湾大道 一段巷弄内上午发生百年老屋坍塌 也造成三人遭到活埋 一人被救出之后伤重不治 而目前还有两人受困 倒塌的画面也惊悚曝光 当时有一位蔡姓工人下半身受困 同事协助脱困的时候 竟然发生了二次坍塌 另外一位无姓工人的阿嬷 还亲眼目睹孙子被埋 吓得双腿瘫软 老房倒塌后 工人急着把受困同事从瓦砾堆中拉出 但对方下半身被埋住 隔没几秒 一旁建材再次松动 铁皮屋顶和水泥建筑瞬间崩塌 一阵全土飞扬 原先被押住的工人满身是血 企图移动身体 同事再一次跑来 想办法搬走土石 大批搜救人员在瓦砾堆内 救出五十一岁菜型工人 他失去神秘迹象紧急送医 但急救后宣告不治 另一名四十一岁无姓工人的弟弟 激动冲进现场 想救出受困的哥哥 令人鼻酸的是无姓工人一早带着九十六岁阿嬷到工地做工 阿嬷言真真看着孙子遭活埋 吓坏全身瘫乱被原警扛上警车 上午十点多台中市台湾大道一段两百九十九项内 当时七号工地正在打地基 想不到隔壁五号老房无预警二度倒塌 当场押住三名工人传来尖叫痛苦哀嚎声 还有一名五十二岁全姓工人的儿子 频频失累一度传出看到爸爸的角落 让他忍不住怒吼究竟还要等多久 百年老房倒塌妙群一死 搜救人员强悍时间赛炮 得尽快救出受困的两名工人 记者韩志欣 王百英 SNG小组台中市房报导 沸沸之乱不断延烧 原先跟沸沸撇清关系的六福村 一下说不是我们的 一下说没少而至还多一只 没有想到一系大逆转坦诚 沸沸就是他们的 就在今天开了记者会 甚至大动作举功道歉 但仍然止不住外界的怒火 不仅专家炮轰 六福村根本是把责任推给猎人 网友更是炸锅狂呛 之前说不是自己的沸沸 还诡异地参与围捕 恐怕早就想杀沸灭口 今天大逆转 让全台怒气沸腾的沸沸之死 从身世沉迷没人认她 现在六福村总算改口认了 沸沸就是六福村的 受益在协助救治的过程中 发现结渣的伤口 特征与园区的沸沸 特征吻合 判断脱逃的沸沸 因为本园区所有 再次致上我们最诚振的歉意 鞠躬道歉来得及吗 回顾六福村从一开始否认到现在 自己搭练 争气沸沸 逃脱记荒墙走板 3月18号六福村接获通报 第一时间没承认是他们的 23号县府稽查 六福村还强调园区有层层关卡 逃脱几率非常非常非常低 但清点数量竟莫名多了一只 控管机制让外界不扎扎 26号再度封管清点 竟还是没发现异状 仿佛外面被枪杀的沸沸横空出事 管理显然有大问题 整个园区的最高主管都会做撑出 坚持会对猎人提高的时候 这个现在也不方便说明 搞不搞猎人尬笑回应 但六福村更被怀疑 起出撇清废废关系 为何还积极参与围捕 甚至派出兽医全程配同 猎人更要出示 六福村人员下猎杀命令 让网友傻眼狂轰 根本是施主 庄公轻 恐怕走就想杀废灭口 正常是不会开枪 但是那是外来种的 而且又是旁边有人在指点 对人家说死他才开那一枪 六福村他每次推卸责任 统统推卸猎人他们就没事 六福村员工更像媒体爆料 早在三年前沸沸结杂数量 就精算出250只以上 现在说的150只根本是造假数据 六福村则回应这还要清点 但五度改口的沸沸之乱 遭让民怨沸腾 民众就像知道 这究竟是不是借枪杀废 废死不可 记者中成良 黄玉兰 SNS小组新竹报道 新北板桥有一名男童 竟然暴冲到马路中间 而家长情急之下 将男童压制在地 马上抱回路旁 这才没有酿成意外 母亲一气呵成的救援动作 被网友大赞 根本是超人 车来车往大马路口 一名小男孩蹦蹦跳跳冲 向斑马线 后方妈妈伸手抓人 却怎么也追不上孩子步伐 当街上演你追我跑 听等红灯的机车骑士 看傻了眼 经过的驾驶进击傻车 惊险瞬间 妈妈一个剑步 将男童往前一推压制在地 紧接着双手一抱 将他高高举起 摔进怀中 立刻小跑步离开 最后车辆陆续通过 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 影片曝光 网友直呼 妈妈真的是超人 也有人大赞车主 好在有看路救了孩子一命 中心很灵活啊 看到孩子跑过去 就马上去找他 事发就在新北板桥中山路一段 男童从人行道 突然暴冲到马路 还一路就咪咪跑给妈妈追 家长神救援 机警压制 加上路过驾驶 抱持安全距离 才没酿成事故 而下面这位粗心驾驶 就没这么幸运 国道上一辆缓撞车 在内线车道准备施工 后方休旅车 时速快破百往前冲 没想到就在下一秒 不偏不倚 直直撞上缓撞车 休旅车弹飞 被失控旋转两圈到中线车道停下 换个角度看 车头瞬间被削掉一半 环撞车也被撞到全毁 原来休旅车疑似开启辅助驾驶 没有看路才发生惊悚追撞 万幸的是驾驶禁受轻伤 国道警方再次呼吁 紧握方向盘 千万别把自己的生命安全 统统托付给科技帮忙 记者黎晴范亚乔综合报道 高雄小港区 在早上八点多 有一处工地发生了公安意外 疑似吊车吊过重的物品 吊臂又伸得太长 重心不稳倾斜砸毁阴架 而整辆吊臂车悬空大约有一公尺 司机跳车逃命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监管处勘查 是因为吊臂车的外申撑坐 直接置放在水沟上 重量太重了 造成水沟盖破裂 没有按照规定设置防护措施 要直接开发九万 并且勒令停工 监视器拍下车辆轮胎离地 没几秒钟整辆车往右起飞 吊臂车整辆悬空 至少离地面一公尺 民众看傻眼 听到巨大声响冲出来查看 工地吊臂车整辆倾斜歪一边 从民宅窗户高处往下看 吊臂已经往地面撞 银架也被砸毁 一时吊的建材太重了 吊臂又延伸太长 造成重心不稳 这让吊臂车歪掉 驾驶跳车逃命 吊臂车箧 吊及 sec 顺吊 吊 hotel 吊臂车驾驶心有余悸 车上还有擦伤的伤口 梭信人没有大碍 但开吊臂车资历六年 第一次遇到这种意外 吊臂车卡在半空中 不知所措 掉臂車發生公安意外 地點在高雄小港區 建管處也前往勘查 釐清意外原因 因為掉臂車的外申稱作 直接放在水溝上 水溝蓋破裂 造成掉車翻車 沒有按照規定 設置防護措施 直接開罰9萬元 並且勒令停工 記者高雄做報道 恐怖的一幕 在國道1號嘉義南下路段 竟然有車輛的前後輪 都爆胎了 不停地冒白煙 還持續地行駛在中線車道 車子左右飄移 交流道到了 也不趕緊離開 把目擊駕駛都嚇壞了 還好最後駕駛 有順利下交流道 這名年約40歲的女駕駛 原來酒測值高達0.77 被警方查獲 也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台灣西部沿海 接連出現了20具的浮屍 引起了輿論哗然 警方證實其中有9名台灣籍的死者 都是意外落水或是輕生 但是江湖傳言 可能是偷渡客 為了金錢利益痛下殺手 還有人砸18萬做統子到台灣 卻可能像豬仔一樣遭遇不測 西岸沿海接連出現20具浮屍 如今確定7人越南籍還有9人是本國籍 究竟屍體打哪來 刑事局研判不是刑案 那這9名的本國籍的一個民眾 我們初步的一個研判 沒有相關的證據 顯示跟這個偷渡案有關係 那可能是意外落水 自殺等等其他的原因 9名台灣人死在海上 卻被歸類意外落水 警方火速定調 讓家屬領回 只是近10名國人 突然飄逝海岸 說是意外 江湖上也都不信 這個自殺落水的 這個是真的是 不合乎常理邏輯的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台上有可能有大筆的財物 他們才用這方式 全部他們退下船 這些偷渡客 怎麼可能自己會跳下船 西海岸失衡遍野 難道已經成為人蛇大本營 知名人士透露 從進口黑宮到賣出豬仔 恐怕都是採取海上偷渡 3月7號 在台中港離岸的風機平台 竟然發現一具曬傷甘尸 距離海面10公尺 死因不明 還有一名死者 口袋內找到台商名片 還沒上岸就丟了小命 警方懷疑 是一艘偷渡船翻覆 14名越南移工 疑似賊湯來台當黑宮 沒想到半路遇上死結 來規避一些海鮮差勤 這趟啊風險極高 要價也不便宜 從越南偷渡來台 至少得花上18萬台幣 擠在貨艙裡 歷經63小時的船程 還不保證安全上岸 越南官方也證實 確實有14名越南籍人士 要來台打工 一次坐上人蛇船隻 7人罹難 剩餘7人恐怕也凶多極少 恐怖腐蝕遍布外海 內政部長卻輕描淡寫 就怕真和人蛇有關 讓西台灣淪為犯罪天堂 記者綜合報導 台北有一對新婚夫妻 日前在大直知名婚宴會館 辦喜宴 但事後發現 某位朋友的禮金 竟然是零元 詢問後才得知 紅包被別家婚宴的新人 收走了 原來婚宴會館 安排的動線大出包 把對面婚宴的手禮桌 擺在了自己廳房的正門口 導致紅包給錯家 但新人更氣的是 向業者反應 對方卻一度消極處理 不肯幫忙 大喜之日新人 辦婚宴幸福藏不住 但開心扳登後 何對禮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 因為賓客明明有包紅包 但錢到底去哪 一走過來直覺看到就以為 外面那個禮金桌是我們的 很多都跑錯 詢問以後確定就是對方有包 紅包已經給他們禮金桌了 台北一對新人 19號在大直知名的婚宴會館 辦喜宴花了近40萬 洗開18桌 但會館在動線上大搞烏龍 每個廳的手禮桌都在包廂內 唯獨對面婚宴的手禮桌 擺在他們廳房的正對面 事後對禮金部 好友給的紅包鏡出現零元 丟月監視器一看 真的有賓客禮金給錯聽 向業者反應卻得到這種回應 更瞎的講法是 說他點話是第三方 所以不介入這個東西 有點荒謬 一定要這樣子搞嗎 一定要搞到大家都上法院嘛 受害新人當下發現 對方的禮金桌 擺放位置及動線不佳 有向業者反應第一時間 卻沒處理真的出包後 會館卻一度不肯幫忙 直到揚言提高侵占才處理 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有任何不夠周到的地方 飯店向新人致上 我們最深的歉意 為了釐清真相 新人應客後 還特地請婚家到會館處理 喜宴不但沒喜氣 反而扮出一肚子氣 記者姚立強 黃天耀 張妹子 蔡鳳董 上午七點上班上課時間 在台中有富人和學生 在這擠滿人的公車上 吵了起來 雙方疑似是為了 書包背放的問題來互嗆 富人要求學生把書包放下 學生認為 背著自己的書包沒有什麼問題 富人氣到怒嗆 不懂要教你們 還揚言要跟學校告狀 爆氣的畫面都被拍下po網 上午七點多的公車像擠沙丁魚般 人多到爆 沒想到就因為太急了 有學生和富人在公車上吵起來 每個人書包放在後面是怎樣啊 不懂要教你們啊 不懂要教你們啊 不懂 介紹不懂不懂 好不好 教你們不懂 富人要求學生把書包放下 公車上開罵 說要教學生搭公車的禮儀 這讓學生也很不滿 雙方來回互嗆 富人更揚言要跟學校告狀 過程全被拍下 還po到網路上 學生指控 富人經常在公車上推擠 這次還差點害兩名同學跌倒 可以放在地上 像我的話我都會夾在兩腳中間 不知道那個後背包有多大 就看不到那個位置 可能會擠到別人 上學上班 公車難免人多造成推擠 索性沒有人受傷 富人和學生一時氣頭上 口氣都不好 消防則表示會加強宣導 盡量提醒學生 上公車書包改成手提 以避免類似衝突事件再次發生 記者許穩 王世函台中採訪報導 國內釀缺蛋潮 農委會用進口雞蛋來因應 再加上法務部宣布 要實地積查依法採儲 這導致臀彈傷慌了 急著要拋售臀雞的雞蛋 記者就直擊到在宜蘭一家超市的停車場裡 有一隊開著B&W男女 蹲在地上賣散裝雞蛋 10顆100元 他們還在網路上PO文 賣完為止讓人傻眼 記者直擊宜蘭一對男女 蹲在白色轎車旁把框裡一顆顆雞蛋放進塑膠袋內 在超市門口的停車場外都受散裝雞蛋 沒過多久就看到一名騎士來光顧 男子拿起一彈雞蛋給騎士 男子在宜蘭地方社團上賣蛋 上頭寫著10顆雞蛋每分100元 約超市門口售完為止 有民眾留言嗆聲囤蛋仔 這對男女疑似是囤貨商 男子否認有囤蛋 這些蛋都是新鮮剛進貨的 這些散裝雞蛋看在專家眼裡有疑慮 由於最近進口雞蛋上架 價格沒那麼高 再加上法務部要溯源雞茶囤蛋商 因此很多社團都PO出 及其散裝蛋的拋售文 像是北市那棵附近 就有業者拋售結圓蛋 每顆只要三塊錢 疑似想趕快脫手避免被查 囤蛋商紛紛低價出新手上的雞蛋 路邊散裝蛋10顆160元 根本罰人問津 生意怎麼樣 不好啊 怨蛋就要去全年啊 缺蛋情況才剛輸減 現在又出現囤蛋拋售潮 相關單位若不趕緊處理 恐怕又會造成另一波亂象 記者林醫生 朱丁龍 李總澤 宜然基隆採訪報導 4月1號開始 電價平均要漲11% 到底誰的電價會被漲 以住宅用戶的賬單來看 上回下月賬單只要超過4508元 就會被漲電價 專家預估全台 有四分之一的社區都會受到影響 但是經濟部說 其實電價還沒有漲足 似乎也預告 9月還要再漲一次 4月1號 電價平均要漲11% 到底會漲到誰家 最簡單從賬單來看 兩個月算一起 住宅用戶下月賬單 若超過4508元 非下月賬單超過3832元 小商家過去下月賬單 超過11,096元 非下月在9,056元以上 電價恐怕通通會被漲 網泡轰大樓公社 隨便就超過700度 我家三台冷氣也 夏天隨便一吹5000多塊 專家預估全台大約四分之一的社區 都會受影響 不但公共電費調漲 恐怕也難逃管理費跟著漲 大樓的公社 電都是大家分攤的 公社的電費很可觀 我們今年已經漲了 一漲漲500塊 無能啊 最好趕快將我們下台 受影響的用戶數 遠遠超過經濟部的預期 店家大漲11% 但台電大虧損 經濟部說其實還沒漲完 確實也沒有漲足到原來的成本 9月的時候會被漲價 這個沒有辦法由我這邊來做決定 是到那個時間 僅由審議會做最後的決定 專家大罵各國核電研議 蔡政府還拼命廢掉核電 導致台電中油虧損5000多億 漲價噩夢不會停 漲電價沒辦法補足台電虧損 民國70年的時候 核能占比到了52% 台電是調降電價 核能一度電才一塊多而已 你為什麼不用 缺電這是一定的 政府的能源政策 造成台電的巨額虧損 電價就必須要調漲 然後由全民來承受 這是非常不合理 民進男朋友的非核家園 省主牌 全民得用高電價和高缺電風險 一起承擔 既然黃明君臨會捷 台北採訪報導 清明節吃潤餅 南部潤餅包香腸 油麵花生糖粉 口味鹹甜鹹甜 但一份熱量600卡 只逼一個便當 北部的潤餅習慣包紅糟肉 口味較清爽 熱量也減半 其實光是兩片春捲瓶的熱量 就等於四分之一晚飯 如果再包五花肉 香腸或是油麵 加上一大匙花生糖粉 一份熱量高達600大卡 消耗熱量要跑步 需要花兩小時 清明節吃潤餅高麗菜 淡絲香腸 通通包進去 有一口超滿足 但也可能吃盡爆炸熱量 南部人包潤餅高麗菜 豆芽菜基本款 必備香腸油麵和糖粉 口味鹹甜鹹甜 但熱量600卡直逼一個便當 而北部潤餅大多習慣包高麗菜 豆干紅糟肉 淡酥和華生粉 口味比較清爽 熱量也比南部潤餅少一半 像香腸的部分 它就是屬於比較高脂的肉類 那本身像肥肉的部分 也是屬於油脂比較高 那在油麵的部分 它因為它是屬於炭水化合物 熱量也會比較高 南北潤餅熱量大不同 揪出熱量地雷 餅皮兩張等於四分之一碗白飯 紅糟肉炸過的油麵熱量高 乳肉脂肪多 花生糖粉吃多容易胖 南部潤餅一卷熱量600卡 消耗熱量就要跑步兩小時 營養師建議 滷五花肉改成滷瘦肉 油麵改成蒟蒻絲 紅糟肉用雞肉絲替代 熱量腰斬比較健康 蛋白質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選擇熱量比較低的 像是雞肉絲 增加蔬菜的攝取 那也可以增加膳食纖維的攝取 清明節吃潤餅 不要以為蔬菜很多熱量低 小心踩爆熱量地雷 一餐最多 吃一卷就怕廉價過厚肚子 胖一圈 九皇室蔡雙吉高雄報導 睡不飽也會讓你變成大肚男小富婆 國外的研究就發現 如果七八小時作為睡眠的肌卷 發現你每少睡一小時 內臟的脂肪就會增加12克 腹部內臟脂肪比例變高 體態就容易走中了 也會影響到受體素減少 讓人更想吃東西進而變胖 出現消腹或是啤酒肚 顏寬恆因為豪宅違建的老案 遭到檢方搜索 他跟太太以一千還有五百萬交保 網友發現 連顏寬恆的太太交保金 都要五百萬 竟然比阿扁社灘海角七一十多了兩倍 網友嘲諷原來搞違建 比貪污還要可怕 顏寬恆連太太的身價都比總統高 綠營根本是司法追殺 顏寬恆宣布參選後 突然因為豪宅違建的老案遭搜索 他跟太太以千萬天價金額交保 但網友一筆嚇一跳 過去陳水扁涉他案海角長七一 被判至少二十年交保金額 不過兩百萬元 而且民進黨中指揮郭再青 在盧渣案不法獲利二十一億元 匯選案中以三百萬元輕鬆交保 顏寬恆涉及本性很輕的偽造文書 交保金額高得嚇人 連顏寬恆的太太 交保金額都勝過陳水扁 當了三十年的法官都感嘆 從沒看過偽造文書要交保一千萬 他們在殺戮有一個這個 說是違建 說是豪宅 這個是很嚴重的罪嗎 他在羞辱你嘛 你太太五百萬交保 那個是擴極欺奴 那是故意的 這個是司法追殺 這百分之百 這個太離譜 他是製造一種印象 一千萬交保 你的感覺是什麼罪 是重罪啊 這不合比例原則 拿打導彈打小鳥 網友砲轟原來搞了半天 顏寬恆太太簽個名 竟然比阿扁海角七億還可惡 顏寬恆太太的身價 竟然贏過不法獲利 二十一億元的郭再青 原來涉及偽造文書 比真正貪污還嚴重嗎 就連名嘴也大嘆 民進黨就算真貪污 還能搞政治手段逆轉勝 只有藍軍沙沙被綠營害慘慘 這個太離譜了 你如果被搜押 那就是標準的 民進黨的司法迫害嘛 我又找檢察官 你不敢生押 2008年 蘇智芬 陳明文都被搜押 那時候蔡英文主席 跑去看守所外面 唱那個望你找歸啊 然後主觀晚會啊 民進黨是很會操作的 陳明文跟蘇智芬 現在都是立委啊 你看好笑不好笑 這個是標準的大炮打小鳥 一說要參選 顏寬恆的豪宅違建案 嚴重性竟然瞬間 超越過去陳水扁的貪污案 不知道民進黨只剩下 司法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記者陳正茂 王志恩 台北採訪報導 香港被譽為美食天堂 不少旅客去玩 也都會跟著各種指南 或是網紅推薦找美食 其中燒額 叉燒飯等 可以算是最經濟的 米其林一新選擇 知名燒衛店在疫情過後 人籠重現 但是相比供應160元 一人份的旅行團餐 這餐廳的長長人籠 現在已經變成了香港 最受關注的社會問題 以下是來自香港記者 李錦華的報導 少尉師傅 看過不停新鮮出爐的燒鵝叉燒等 不停送到客人桌上 香港灣仔知名的米其林一新燒鵝店 疫情過後 排隊人籠重現 不少旅客都是慕名而來 在中環的另一家一新燒味店 同樣是擠滿人 中環的上班族中外遊客都有 無論是260台幣的叉燒燒鵝双拼飯 或是500元的燒鵝腿湯粉 都信不少客人常常遞到港位 香港物價指數 雖然在世界前內 不過200多人解決午餐的茶餐廳 或是連鎖素食店還是有 要飲茶吃點心稍微貴一點 燒賣蝦餃等就要200元一份 香港美食選擇多 但不少廉價旅行團到香港 平均一頓飯只有160元 原本供應這種團餐的餐廳 疫情三年不少都結業 現在全部旅行團 都集中在兩三家餐廳 所以引發了旅遊巴堵塞 遊客聚集街頭 影響居民生活的社會問題 以上是祝香港記者李敬華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